大家好 歡迎回到來《孟響編輯部》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1年2月25日星期四的早上時間 早晨 今節有我許樓山 還有我們的澳洲紅仔餅珍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徐師珍的好 還有我們22世紀救人網路 奇諾李偉近 大馬Sir 馬來近 我好 大家好 好了 請大家like我們這段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訂閱《孟響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煲浪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讚 今節要回來 要講一下社會話題 應該叫做社會悲歌 他們那時候在2019年11月11日的時候 搞了一個叫做大三把 所謂冷氣營 黎明行動 正確來說 叫做黎明行動 阻人上班 其實只不過阻人上班 其實那一天 可以說扭轉了很多人的一生 或者下半生 甚至乎他的命運 因為這一天改醒了 那當然啦 我們今節的主腳就是那個什麼叉野 叫做熊仔餅 這個叫做西灣熊熊熊熊熊, 那就是澳洲熊熊熊熊熊熊 朱古力那些 平時朱古力味 是不是? 我要講一下什麼事呢?這個叫做熊仔餅 西灣科熊仔餅 接下來3月23日就會再接受這個審訊 咦?他還沒審 三月23日還要整個月 是不是?去樓山 為什麼呢?他接下來究竟上不上都停 感覺上都會成為問題 什麼事呢? 透過這個叫做阮民治安的Facebook 還是IG等等的東西 就透露 就說他今晚應該今天早上就要再開刀 其實之前我們都見過有時候拿拐杖出來 有時候坐輪椅出來 究竟哪是真哪是假的 他說現在他要去到醫院再去做手術 要開刀那隻 看來都是真的假的 是不是? 就算你說進去割囊腸 都真的要劏開那隻 是不是? 都是痛那隻 是不是? 就算你割完痴瘡也痛 是不是? 其實他之前都說過的 他自己抽血那個報告 就說他手術後遺症那方面都相當多 脫不了尾那些 其實挺慘的 就是看他上庭等那些 他自己都是有點死心不惜 就是到了這個位置 都是未懂得分清究竟那些什麼阮民治安 那些原來是來抽水 還是叫做真心幫你呢? 就是到了這個位置 他都還沒明白了 他都說自己的情況是反反覆覆的那些 阮民治安又在FB說什麼呢? 他好像說他的腸 腸尖黏 這個詳細那個是什麼病 我們不是醫學專家 或者不是醫生 還沒那麼清楚 就說要再開刀 會怎麼樣的? 因為那時候他種彈 種了一個蓮子巾那裡 就是這個腹部 那些人說 他是不是真的那麼傷的 還是怎麼樣的? 其實他之前都說過他的手術那個細節 究竟是怎麼樣的? 好像是 因為他好像要用拐杖 有時候還要輪椅 是啊 因為為什麼那時候會覺得 如果你問我 為什麼直覺上覺得他會不會這麼重的? 因為那時候他還想爬起來走的 他身體還沒意識到他已經中了槍 哦 這樣也是 這樣也是 如果大家有試過單車有時候那些 還是怎麼樣呢? 就是單車你整個踩得很快的時候 然後滾到地之後再起身 那一刻你是不知道自己已經全身損掉了 你還能站起來嗎? 甚至骨折都不知道 有些人就 然後你看看 哇 你在這裡損掉了 就痛了 你現在痛還沒反應到 你在這裡損掉了 你在這裡損掉了 你在這裡穿了個洞 不是 那些衣服穿了個洞 你在這裡穿了個洞 那種來的 那個叫做熊仔餅可能也是這樣 他都有說過 最嚴重的時候 要去醫院打止痛針 痛到平時的止痛藥都沒有效 是吧? 其實你有沒有想一下自己呢? 為什麼那時候要洗出這個龍爪手去 和寧波微步去搶 你搶到又怎麼樣呢? 你猜你這個什麼黎明行動 所以為什麼呢? 講這些什麼黎明行動 你黎明前你睡不睡得著啊? 當然那些人自己出來要搞這樣搞那樣的 又說組織些什麼人在哪裡做些什麼 去哪裡阻倒路去哪裡行動的 這個是你自己決定 人家講有個叫這樣的行動阻人上班 你跟著你洗出什麼行動 什麼方法呢? 那是你的事 我想他出去那一刻都沒有想到自己會中彈的 會盡量跟著的 我想真的沒有啊 他真的沒有想過 他沒有想過這麼嚴重 他可能沒有想過 原來真的 因為其實看了太多的電影 以為中了一下 沒有東西的 原來沒有想過 自己推出來是吧? Rambo 我看得多些什麼 就是那些什麼劉華 哎呀 沒事的 還可以拆到最後一刻的 見到最愛的人的 用煙草這樣捏一下就可以了 這些其實是假的 現時加雲南白藥 那沒事啊 有些網友傳給我問我是不是真的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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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是不可以的 因為你 你傷口感染 那裡已經是致命的 千萬不要啊 那些演戲 我這一句呢 我取材於那個叫做 古域仔 古域仔 少年古域仔激鬥片 謝檸檬做那一套 就是他受了傷之後呢 叫做什麼鬼 羅蘭跟他說 哎呀 這個 你老爸當年就是這樣回來的了 雲南白藥加煙絲 是最好的止血藥 這個是羅蘭說的 不是 我只不過引用電影的對白而已 大家不要嘗試啊 那我們就說回先 你現在呢 即是他經常說自己希望 希望多些人支持他啊 還是怎樣 通常呢 叫得出這句話的人呢 即使沒有什麼人支持 是啊 你剛才我做這一節的圖片的時候呢 我上網找這位 熊仔餅 西灣河熊仔餅 周柏君 你看回他的新聞圖片呢 很多他身邊都要站著 陳志全 和鄭家庫的 是 那現在那兩位去了哪裡啊 鄭家庫 不知道是不是去做橡筋褲啦 那陳志全 其實你是很明白的 就是這些政棍呢 是那時候拿來抽稅的 是吧 就是覺得你 喂 因為那時候他們還要 黏住這一班的叫做黑暴 這一班的暴徒呢 去到所謂拿一些叫做光時也好 或者什麼的手足啊 黃友那方面的能量 幫自己灌注下去呢 在他們的政治生命下去呢 等於他們想做這個螢火蟲啊 繼續照耀自己的生命 那很明顯的就是 現在這班人呢 已經不需要再做這個立法會議員了 政治能量對於他們來說呢 究竟是不是這個位置 要去踩油 要幫自己去加那個政治能量呢 其實他們自己呢 都還不可以說叫做很肯定的 那為什麼還要花時間去黏著這些黑暴呢 其實他們很明顯的 現在不再說太多這些什麼 齊上齊落啊 又說什麼和勇合一啊 你發覺他們已經沒有這些叫做口號的 那為什麼呢 他們現在自己都在思考著 那是不是要繼續 因為這班黑暴呢 可以說已經退潮 退到差不多了 再黏著他們有沒有效呢 其實還有多少人 說要去抗爭什麼光時啊 訴求這些呢 五大訴求這些 其實跟八萬五一樣的 不說等於沒有了 我不說就代表已經不存在了 是嗎 咦 你還在爭取五大訴求的 我不說的 就是我不再 我已經不在爭取了 是嗎 只不過我不說 不開口的意思 其實他們自己都很怕 要宣諸以口這些說話的 那看到這個 講了可能是違反國安法 也是 因為還想選 是啊 職業職來的大哥 你猜 你猜 如果Patreon這樣 如果Patreon是可以的 這班政棍一定有這麼大聲 喊到這麼大聲 是嗎 那喊了就有人來看我的Patreon 那繼續再講一下 這個熊仔餅 西灣港熊仔餅呢 就接受這個獨果的訪問時候 獨果說他呢 就語氣虛弱 都不願意說太多話 不過有個人說他現在身處私家醫院 嘩 是 有些錢的 OK 那不知道會不會是黃的私家醫生 是嗎 黃的私家醫生都要給住院費 是啊 收平 其實私家醫院那個其實最貴 他手術費是一筆 通常是這樣的 他掛單在哪裡 這樣的 因為他要有個地方給他做手術 所以就可能選哪家私家醫院 安排熊仔餅 可能去哪家 熊仔餅 我繼續講一點點 他說自己身處一個私家醫院 他說 哎呀沒力了 我做完再跟你講 讀過一定要 你講多一點 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 就是拿來抽水 他說這陣子 入廠那方面 都是很突然的 可能政府都安排不設定 這個不得而知 就說 要禁食 40個小時都沒得吃了 他說病房又很吵 睡得不好 可能睡大房 雖然是私家醫院 他說希望盡快去燒野食 就是BBQ 出到去 就是你們 看能不能燒野食 有時候是這樣的 你當然想一想到最正的 是吧 就是這樣 OK 你去到某個地方 希望有個美女陪我 那些這樣的 是吧 林志玲陪你 你想創你的心 可以想的 想好一點 是吧 想到盡 想到盡 可能刺身 這些都可以 這個熊仔餅 這個西灣熊熊仔餅 不行 他應該希望快點出院 吃盆菜的 哎呀 我希望快點出院 去一天三餐 那就是 我要吃太坑 上次好像 聽聞他 吃東西 他好像有點困難 吃肉 沒有記錯的話 因為 哎呀 真的 我們那個集中 哎呀 我記得好嘆吃 真的很好一個人 現在吃一頓飯 都說 那裡痛 那裡痛 他好像說 有時候痛到幾天都吃不到東西 是啊 所以 為什麽他要想燒東西吃就是這樣 因為他燒不到東西吃 就是想燒東西吃 可能吃粥 可能要吃粥 吃粥三餐 不是一人三餐 那這班人呢 你有什麽胃呢 你只不過呢 成為了 這個 准 准囚犯 你已經半隻腳踏進監房 你還要給這些人 老點 借你來放IG 那當然啦 有些人會 會Yeah Yo 阮民安的Facebook 那 因為阮民安 如果他連這些都不做的話 他和 他不是熊仔餅 是鹹魚 都沒有什麽分別的 是吧 這個 這個我們剛才所說起呢 這個黎明行動呢 所謂什麽 大三把 什麽還是什麽 改個名字 好像很有朝氣的希望 其實相當多人呢 是叫做 改變了一生 剛才都說了 我們之前也有提過的 大埔路軌 扔竹仔 是吧 又有女大學生 又有這樣那樣 那這裏呢 都已經是 案件裡 我們之前都說過了 審到差不多 又判了一刑 又這樣那樣的 這是什麽呢 紅仔餅 那麽一件事 又一刀 還有 這一個叫做 2019年11月11號 警方也有去到這個中大 和理大裏面 叫做抓人 拘捕一些暴徒 沒多久前呢 上年年中的時候 也都審過一宗 有六個人 涉嫌 在 都是這個大三把的 11月11號 在旺角倒露 還有六個裏面 有四個 都是未滿18歲的 是吧 那些 你出來做什麽呢 是吧 為什麽 現在要相信這些東西 要出來呢 所以 講這些要大三把 這些 要量一些不同的行動 在TG 或者那些什麽 冷氣軍師 暖氣軍師 這些 叫人出來 這樣這樣這樣 這些 真是 相當之可恨 是 尤其是在網上 就是這樣叫 然後 自己數了去 沒有東西的 他們現在都 組織那幫人 你不知道哪個組織 當然可能已經 下了黃 但是這幫人 講文宣 當然最可恨就是 那些所謂銀發族 有個粗略估計 只是2019年11月11號 那一日 捉到的人 即是未計之後 只是單是那一日 捉了260人 未計之後 即是剛才我講的 扔粥仔 還有賭路 有些都是之後才再去 逐犯 當然這個熊仔 西灣蚊熊仔餅 都是即日 即日 捉了它 是不是 死掉了 是啊 還要 還要死心不息呢 還是怎樣呢 我覺得應該要勸一下那些人 不要想什麼 什麼警暴 其實你看看 究竟是哪一個 叫那些人出來這樣做 是哪一個 要令到香港 有暴力 畫面產生 所以 才要警方 去止暴制亂 如果你們不是說什麼 2019年11月11日 大三霸 又說什麼黎明行動 這裡搞事 那裡搞事 警方洗鬼出來嗎 你想回西灣河 熊仔餅這件事 其實這位阿sir 是交通警來的 反光背心長 開著腳 電餐車走著走著 走著好過 是不是 像周星馳所說 在路邊燒一下食物 拿個傻瓜機拍一下快相 好過 當然這個不可以了 不可以燒東西吃 我意思是 大家和和氣氣的 大家守法的 那何必會 這個社會會這樣 實際生活是正常人 做回正常人就算了 是啊 大家要明白什麼叫正常人 現在很多人說 我們的正常人是怎樣 我覺得那些 跟你說 應該等於這樣 其實有些人說 有些神經病 有些人說 我不是神經病的 就是明白了 我是正常的 那些人說什麼 聽我可以沒有過正常的 哦 哈哈哈哈 是啊 那說這句話的人 正不正常呢 是不是 那就不得而知了 究竟正常是好 想自己的生活 究竟是怎樣都好 其實呢 都是把握在自己的手裡面 是吧 改變了他們那一生 2019年11月11日 改變了你們一生 你們自己選擇的 可不可以重新再來一次呢 是不可以的 那你看往後 怎麼去做好自己 或者怎麼去反省自己呢 因為 深邦可建制 大家會不會原諒他呢 如果他真的 願意誠心這樣 跟大家道歉 還是怎樣 我覺得 反而會更加多人 你說想有人支持你嘛 就是你願意承認 還是怎樣呢 不要再黏在什麼 阮民安道 還是怎樣呢 也都不要選擇黏在某一些 什麼 就是太過政治背景的人 這樣會好一點點 是不是 就是沒有跟人喝啤酒啊 合唱啊 吃東西啊 不如這樣吧 講到這裡先了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